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奢则不逊 这里不要读不孙 就不逊 就是这个字 这个孙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逊这个字 就是一个走之旁 一个孙 这个逊 这个逊什么意思呢 是顺从 不逊 往往代表的是不顺从 或者叫交纵 不逊 往往代表的是交纵 就是管不住 这人 交纵不顺从 这叫不逊 孔子说如果奢 这个人就容易变得交纵 不听话 这叫不逊 如果减呢 这个人就容易变得固 什么叫固啊 那叫什么叫固 固就是做事情 比较死板 比较抠 比较呆 这叫固 所以并不是孔子说 越节俭越好 孔子从来不这么认为 你读论语 你要知道孔子从来不会走任意一个极端 他既不会去走那个奢侈的极端 也不会去走那个 简 简朴 恨不得这个 对吧 这衣服都破了 还要穿这种 他也不走这个极端 当然这两个只要走了极端 都有问题 如果是奢 这个极端 就容易让人交纵 如果是简 这个极端 就显得这个人比较小气 比较寒酸 刻薄 这种感觉 所以 最好是居中 中庸之道 但是 是不是奢和简 是一样的呢 不一样 与其不逊也 凝固 但是如果非让我选一个 就这两个 他说 最好我能持中 但是必须要选一个的话 我宁肯选 固 我宁肯选简 我也不会选奢 这是孔子的观点 与其不逊也 宁固 所以可能有人说 这是什么 很明显是别人跟孔子质疑的 对不对 说你不是不能走任何极端吗 你为什么这么 这个节俭 孔子说 这两个确实都有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客观条件达不到 客观条件达不到的时候 我宁可选择固 我也不会选择不逊 所以这就是 孔子的这条 奢则不逊 简则固 与其不逊也 宁固 就非让我二选一 我宁肯选这个 你看孔子有时候做事就是这样 他知道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但是必须得选的时候 两害相权 取其轻 我们在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 并不是选这个好 还是选那个好 也不是说选这个没有坏处 还是选那个没有坏处 很多时候是 选这两个都有问题 但必须要选一个 你怎么 让自己的心态 平衡 怎么去选 怎么去不后悔 就是这种思维 叫两害相权 取其轻 啊 就如果这两个东西一定会有一个的话 那我宁肯选一个 对吧 害处少一点的 坏处少一点的 两害相权 取其轻 不负责 不负责 不负责